针对谢果良面临罢免的看法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受访回应 法律问题不要政治解决 有产权争议就由法律去解决 如果这件事情要去搞罢免不具正当性 而除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表态认为 罢免谢果良这件事情不具正当性之外 台北市长蒋万恩跟桃园市长张善政 也都提出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论事 其实任何事实把它厘清 不需要做过多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法律的事情 法律的问题让法律去解决 不要犯政治化 这个发起罢免 的确是浪费资源 这个我们充分的努力 我们现阶段有很多市政的工作 正在推动当中 我们一定会诚恳的 努力的来把我们的市政工作 一定要来把它做好 面临罢免案 基隆市长谢果良强调 专心市政工作 让市民看得到而且有感 这就是市长的工作 记者张启腾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